春风拂过广袤的大地 行进的中国阔步向前 激荡着光荣与梦想 近3000名全国人大代表齐聚北京 他们将肩负人民重托 积极履职尽责 共商国之大计 以奋发有为的精神 为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不断推向前进 贡献力量 党的二十大 破坏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以中国式现代化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宏伟蓝图 吹响了奋进新征程的时代号角 过去五年和新时代以来的十年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迎难而上 攻克了一个个 看似不可攻克的难关险阻 创造了一个个 令人刮目相看的人间奇迹 对此 军队人大代表们 绝对认同 倍感振奋 聆听了政府工作报告 深刻 全面 务实的内容 催人奋进 国防军队的深化改革 武器装备的更新换代 实战演训的如火如荼 打赢能力 不断提升 我们在强军 新军的征程中 越走越广 越来越有自信 今天听了政府工作报告 我听到了几个关键词 比如说稳 比如说发展 建设 那么作为一个军人 我能够参加这样的活动 我感到非常的光荣 但是呢 使命和职责也非常重大 时间标定前进的刻度 年轮记录奋斗的荣光 党的十八大以来 在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特别是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 人民军队提振精气神 利劳主心股 深入推进国防和军队改革 迈向世界一流的图景 更加清晰 斗志更加昂扬 行动更加有力 成效更加彰显 书写了一份 让党和人民满意的答卷 在过去五年 国防和军队建设 取得了十分瞩目的成就 各方面都有长度的进步 我们一定要坚持 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铸造成绝对忠诚 绝对纯洁 绝对可靠的人民军队 在以习主席为核心的 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坚持 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 交出了一份 当当尽职的政治答卷 大国特色的外交答卷 遵命一心的国防答卷 新起点 新方向 向着新的奋斗目标出发 军队代表一致表示 要更加紧密的团结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周围 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特别是习近平强军思想 全面提高捍卫国家主权 安全 发展利益的战略能力 为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 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 世界一流军队 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 而不懈奋斗 我来自基层 在接下来的工作当中 我将继续扎根基层 和我的战友们 一起完成好各项任务 奋进新忠诚 建功新时代 此时此刻 展现在我们面前的 不仅有万子千红的春景 更有无限美好的未来 让我们踏着春风的节拍 踩着奋斗的古典 共赴春天盛会 同奏奋进乐章 向着新的目标 阔步前行